第十九集 通天河观音献于蓝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到了秋天 一天黄昏,他们来到一条白茫茫的大河前 河边石碑上刻着通天河三个大字 下面有两行小字 意思是这条河宽八百里,很少有人能够渡过 因一时无法渡过,他们就商量 先找个人家住下,明天再想办法 他们顺着远处的锣鼓声来到一个村庄 看见一户人家门前挂着斋戒旗 就想去住上一个晚上 庄主陈青一见悟空八戒 沙僧吓得直喊,妖怪来了,妖怪来了 唐僧忙说,别怕,他们是我的徒弟 长得虽然丑,但都是捉拿妖怪的能手 进到客厅,见了陈青的哥哥陈登 唐僧问他们为什么要摘戒 陈氏兄弟哭着告诉唐僧 通天河有个灵感庙,庙里有个灵感大王 每年要吃一对同男同女,如果不献上 就要发大水淹了这里 今年轮到陈家兄弟献同男同女了 悟空让陈青把他八岁的儿子陈观宝带出来 也摇身变成一个陈观宝 连陈氏兄弟也分辨不出真假 接着悟空又让陈登把他十一岁的女儿叫出来 硬逼着八戒变成小女孩 八戒没有办法,只好变 结果肚子又肥又大,不像个女孩 悟空吹了口仙气,把八戒的肚子变小 悟空说,我兄弟二人替他们去灵感庙 你看怎么样 陈氏兄弟连忙跪下,感谢他们的大安大德 然后让人拿出两个大盘子 找了四个青年,把悟空八戒抬到灵感庙 陈氏兄弟摆好供品,烧完纸就回去 不一会儿刮来一阵狂风 从中跳出一个妖怪,伸手要抓八戒 八戒急了,跳下宫桌,献出圆形 拿起钉耙就打,只听吹的一声 打下几片冰盘大小的鱼鳞 妖怪转身跳到空中 悟空也献了圆形,和八戒驾云追去 当那妖怪听说对手是孙悟空时 慌忙变成一阵狂风,钻进了通天河 悟空估计那是河里的妖怪 就和八戒驾云回到陈家庄 把打败妖怪的事给唐僧和陈家二老说了一遍 大家都很高兴 那妖怪逃回水下的宫中垂头丧气 他想吃唐僧肉又害怕肃空 一个班医贵婆出了个主意 大王由呼风唤雨,降雪成冰的本领 今晚可以把通天河全部冻住 然后…… 贵婆在妖怪耳边低声说了一阵 说的那妖怪心花怒放 那妖怪当晚就施展法术 把通天河全部冻了起来 唐僧听说后就和徒弟们来到河边 看见不少人踩着冰到西凉女国做买卖 八戒举起钉耙朝河面使劲打去 只打出九个白色的痕迹 转身对师父说 看来连河底都冻住了 唐僧急着取经,连忙回陈家庄收拾东西 陈氏兄弟很快给他们准备好干粮 又用稻草把马蹄包住,以免滑倒 唐僧师徒四人从早上一直走得黄昏 都没有走过河 那妖怪见机会已经到了 就念动咒语 顿时河面上的兵全都化 唐僧八戒沙僧还有白龙马全落入水中 悟空眼快急忙跳到空中 八戒和沙僧都会游泳 妖怪不敢动他们 唯独把唐僧抓住 抢到水府里去了 八戒沙僧捞起行李 牵着白马念着避水咒 跳出水面和悟空会合 悟空料定师父是被灵感大王抓去了 就和两位师弟商量下水除药 沙僧提出三个人一起去 愿意背着悟空下水 八戒平时常被悟空捉弄 这时却也主动提出要背悟空 原来八戒也想捉弄悟空 不料悟空早有防备 扒了根毫毛变成假身 趴在八戒的背上 自己变成一只臭虫 盯在八戒的耳朵里 八戒故意摔了一跤 借机松手甩掉悟空 假身是一根毫毛变得飘了起来 立刻无影无踪 沙僧一看大师兄不见了 不停地埋怨八戒 悟空觉得好玩 在八戒的耳朵里高声喊 呆子我在这里 吓得八戒连忙跪在河底磕头求饶 悟空这次才恢复原样 仍趴在八戒的背上 让八戒背着一起向前走 他们来到妖怪的住处 发现门外没有水 于是悟空变成一个长脚虾精婆 跳到门里 只见那个妖怪和班依贵婆 正在商量怎样吃唐僧肉 他找不到师父就来到后宫 发现唐僧在一个石洞中 就上前安慰师父 悟空从原路出来 见到八戒沙僧 让他俩把妖怪引出水面 自己到水上等着 八戒沙僧按照计策 到洞门前大喊大叫 引出妖怪 并打了起来 不料那妖怪的一对铜锤 十分厉害 三人打了两个时辰 仍不分胜负 八戒沙僧假装战败逃出水面 冲着悟空大喊 来了来了 不一会儿妖怪果然追了出来 悟空举起金箍棒 迎面就打 妖怪闪身躲过 举起双锤还击 还没打到三个回合 妖怪招架不住了 一口气沉到水底 妖怪回到洞中 害怕悟空打上门来 让小妖把门关上 用石头泥块把门堵死 裹不出所料 八戒沙僧又来到洞前 八戒张口大骂 可是半天也不见那妖怪出来 就挤爬把门打烂 但里面都是些石头烂泥 根本不能进去 八戒沙僧只好返回岸上 告诉孙悟空 悟空害怕师父被妖怪吃了 连忙驾云来到洛家山 直接飞到普陀岩上 善才龙女告诉悟空 观音一个人进了紫竹林了 知道他要来 让他在这里等着 悟空正等得不耐烦时 观音手里提着一个紫竹篮 走出竹林 观音让悟空在前门带路 不一会儿来到了通天河 观音解下腰带 拴住竹篮 放入河中 口里念动咒语 不一会儿提起竹篮 只见竹篮里有一条 放着光芒活蹦乱跳的金鱼 原来这妖怪 是观音莲花池里养的金鱼 趁海水涨潮 偷偷溜到这里 兴风作浪 危害百姓 观音提着竹篮 回到南海后 八戒沙僧再次入水 只见水中的鱼精水怪都已经死了 他们找到后宫 打开石洞 背着唐僧钻出水面 陈家庄的人都很感激他们 悟空正让他们准备船只 只见河中钻出一只老龟 说 为了感谢大圣 赶走妖怪 我送你们师徒过河 原来那个水洞 是老龟过去的住处 九年前被妖精霸占 悟空自然十分高兴 连忙请师傅等人 踏上规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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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